朋友们好,我是蜜蜂,我又在赶路啊 离开了九寨沟 正常的路线我是要去黄龙再去看一看的 因为都是比较有名的风景区嘛 但是我就不打算再游这种成熟的景区了 因为这个季节确实不是旅游非常好的时间 所以从九寨沟下来之后我就没在九寨县里头住 我就继续往甘孜的方向出发了 越往这边走人比较少 然后车也少了嘛 我感觉我就是更自由了一些 我这个路线呢 能经过一小小段318的那个路线 哎呀,说起来还是有一丢丢的小遗憾呢 本来这一趟是计划318自驾的 但是我的父母呢 是比较担心我因为是一个人出来嘛 又是个女孩 开车又一年 又算是个新手 然后就不被允许去自驾318 能走这一条路线呢 已经是我争取的最大的程度了 所以能走一小小段318 哎呀,太可惜了朋友们 能不能帮我劝劝我的父母 给他们一点勇气让我去自驾一把318 因为我要到了甘孜之后 离西藏就特别特别近了 离拉萨就特别特别近了 现在是7点半了 但是天还没黑啊 我感觉我还能开一会儿 从现在开始经过的那个村镇少了 我可能随时随地都要停车休息了那种 好在我车上有电有水有方便面 我饿不着我也动不着 真好 这路上就我一个人 刚刚还下雨了 我的妈呀 看我朋友们这块塌塌的 天呐 好吓人呐 这边是咋的了 这边是前两天下雨了吗 这塌方的好严重啊 这边的山上植被少 然后土也抓不牢 好一下雨就容易这个泥石流山体滑坡 看看这个 这地方塌方塌的 我的天 沿荡前道路继续行驶1.7公里 看这山体滑坡 看看越往这边柔越是这种大山路 山路难行 难行归难行 但是有挑战 我现在走的这一条路是544 国道544 看这个大山呢 但是想玩我也得那个啥 安全为主啊 我现在走的是国道嘛 第一项任务就是遇到的第一个城市 先去把车保养一下 天色渐渐按下来了 这雪山真的太美了 越往这头 越往这个318川庄线上走 这风景肯定是越美了 天已经黑了朋友们 我现在是离开九寨沟 有一个没有营业的一个一个 这叫什么地方 一个露营的基地 再往前走 最近的一个县城需要100多公里 所以山区嘛路不好走 然后刚才朋友们也看见了 现在这两天下雨 然后有山体滑坡的那个路面上 我也不往回走了 然后我也不往前走了 我就在这个地方 路个营就可以了 好在是啥呢 好在前面这个景区的这个洗手间 是可以用的 有水有电 我今天晚上就在这休息了 这有一个洗手间 有电有水 我先去洗个脸 这水还挺冲的 哎呀 透心凉心飞扬 开开车困了 这一系列精神